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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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5年4月5日 蒋介石因病去世 中年88岁 消息第一时间传到了大陆 警卫员急忙把这个重大利好告诉了毛主席 大家都以为毛主席应该会很开心 然而毛主席在知道 蒋介石去世之后 先是沉默了一会 随后说了三个字知道了 表情显得十分平静 展开全文毛主席对于蒋介石的去世 表现出了异常平静 众人十分不解 按照常理来说 作为几十年的老对手 如今蒋介石死了 毛主席应该很高兴才对 为何会这样呢 原来 在毛主席的内心一直在考虑另外一件事 那就是台湾问题 这是他心中最大的一块石头 尽管蒋介石是他的对头 甚至是敌人 但毛主席和蒋介石都有一个共识 那就是 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 蒋介石在的时候 对台湾境内的台独分子打击得很严厉 如果蒋介石去世 台独分子势必会再次抬头 台湾问题解决更是姚 姚无期 想到这里 毛主席内心十分沉重 自然也就高兴不起来 多年之后的事实 也证明了毛主席内心所忧 毛主席是一个伟大的战略家 他看待事情的眼光十分长远 因此 蒋介石的死 对他来说 并不是一件特别好的事情 也许是没有了对手 在蒋介石去世一年多之后 毛主席于1976年9月9日 也离开了我们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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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茜 对 qui